年底佳节期间吃吃喝喝,患上胃炎的病例,通常会比平时增加大约20% 受访医生表示,胃炎的症状包括了胃癌的病例,但如果不妥善治疗,却有可能增加患胃癌的风险 幼发胃炎的原因是,胃炎刺激的食物或长期服用消炎药、止痛药和血薄药等 而感染幽门螺旋感菌也能引发胃炎 幽门螺旋感菌是一个细菌,它会以口水直接的传播或者是粪便传染 通常我们要病人注意的是,比如说你跟一个幽门螺旋感菌的患者 公用筷子、公用汤匙或吸管,那这有可能会受到感染 医生也说,如果得了胃炎,一般会给予药物治疗 但这个病症其实是可以预防的,病患也应该注意饮食 胃炎患者他们应该多摄取膳食纤维 抗氧化剂如维生素C,还有钙、酶、益、益生菌和5m3脂肪酸等营养素 因为这些可以帮助缓解发炎情况 那促进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健康 医生还说,有研究报告发现,本地40岁以上的胃炎患者 罹患胃癌的风险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以便及早发现及早诊断,提高病人痊愈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